学库编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当你在屏幕上打出这神圣的一行 Hello Wars 恭喜你 你已经打败99%的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敲起了键盘 部署好了开发环境 知道怎么写 怎么编译 怎么调试 怎么运行程序了 最重要的是 你已经行动起来了 这两年AI风风火火 很多人就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学 又或者是不知道要怎么学 更有些朋友呢 因为信息差被割了韭菜 其实网上就有很多很好的免费资源 这些资源不一定可以带你打到顶峰 但是一定可以带你入门的 这期视频 花自我就收集了几个免费的学习资源 推荐给大家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还请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PiTorch 自从2017年Meta推出以来 因为简单易用 风头早已经盖过了谷歌的Transflow 要想玩机器学习 学会用PiTorch是首选 这里我推荐来自app主 我是土堆的保姆机教程 这个教程呢 对初学者非常友好 一开始从环境的搭建开始入手 包括怎么搭建虚拟环境 怎么安装CUDA 甚至连用什么PiTorch的编辑器也教了 可谓是非常细致 后面会慢慢带着 学习神经网络的基本概念 已有完整的模型训练过程 现在这个系列视频 已经有400多万的播放量了 常年有100多人在线 跟着学一遍 绝对不会错 学AI也绕不过数学 最基本的有概率 微积分和先行代数 你或许没学过 又或者是学过 但是都还给老师了 没关系 我们可以挑灯夜战 从头再来 这里强力推荐可汉学院的在线课程 在现在到处都是麦克割韭菜的环境里面 它简直就是一股清流 课程跨度贼大 从幼儿园到大学 从数学到人文经济计算机 不仅有课程 还有练习 内容非常友好 浅浅易懂 还有中文 最关键的是 这么好的线上课程 它居然统统免费 你完全可以不用花一分钱 就可以在上面完整地学完概率 微积分和限数 如果觉得一上来就要啃数学 压力很大的话也没关系 这里我推荐两个宝藏UP 第一个 杨同学 虽然他在B站上只有5万分 但是他制作的两个视频质量都非常高 讲解通俗易懂 动画也特别棒 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就可以带你逛一遍概率和限注这两门课 另外一个宝藏UP 叫做会AI的普通帅哥 他也是制作了一个30分钟的视频 来讲解什么是微积分 这两个UP的视频 都可以作为正式学习数学课程之前的开尾菜 当然了 数学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学好的 那我们就可以一边啃数学 一边学AI 系统的AI课程呢 这里我要推荐的是李鸿逸老师的课 他的课程包含了机器学习基础 深度学习理论 强化学习 对抗神经网络 自然语言处理 还有近两年流行的生成AI等等 只要你有耐心 在这里你就可以非常系统的学完整个现代AI的框架 而且他的课程也非常好懂 比如关于自注意力的讲解 看过很多不同版本的讲解之后 我非常主观的认为 他讲的是最细最容易懂的 对此网友的评价是这样的 唯一不足的可能就是 李鸿逸老师在国内没有开车账号 要想看他的课程呢 需要会魔法 有一些抽象的数学概念或者模型 实在不好理解的话 最后可能要借助于可视化 通俗的讲就是把这些概念 用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一下 另外一个大神的频道 为什么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呢 因为这个频道的创始人Grant 是天生的义童 他的瞳孔是四分之一的棕色 加四分之三的蓝色 三蓝义宗最擅长的是 配合动画通俗易懂的讲解一些高深的概念 比如反向传播算法是怎样的 或者什么是GPT 在他的视频里 都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这些抽象的概念是怎么演绎的 学AI免不了要读论文嘛 大多数的论文都是晦涩难懂的 那要怎样更好地理解这些论文呢 这个时候就要请出李牧大神了 相信很多朋友都认识他 李牧老师不仅解读论文 还教你怎么写论文 他的AI论文讲解视频 几乎成为了很多本科生研究生的必刷系列 就在你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肯定还有几百人在线陪着你 可惜的是李牧老师从二三年就断更了 但是前两天看到他说会回来填坑的 果然大家都和我一样 强烈呼唤李老师回来复更啊 最后一个是压箱底的宝藏博主 这个博主居然用PiTouch 从零实现了稳定扩散模型 不仅如此 他还制作了一个时长五个小时的视频 把每一部分的实现都讲解得清清楚楚的 大家可以跟着这个视频 一步一步地实现扩散模型 不仅可以学会PiTouch 还能加深扩散模型的理解 一举两得 OK 那这些视频就到这里 马上行踪起来的小伙伴 可以来评论区报道哦 有什么不明白的 也可以一起讨论学习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